这场比赛是对两位锐舞家族新人的最好介绍 吕正宏和鲍伊娜实力相当 是一场水准非常接近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 这个锐舞6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出场的是吕正宏对阵鲍伊娜 现在我们看到吕正宏首先出场 吕正宏来自天津K1俱乐部 上一场比赛我们看一看 吕正宏的发型比较和上次不一样了 他把吕正宏剃成了光头 而且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 对这场比赛胜利的可怕 而且从吕正宏上一场比赛失利过后 下来以后也是非常的刻苦 训练非常刻苦 他也希望在今天的比赛里头 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我们也看到他的后面站了 他的一个新的地面赔练 也刚刚获得了在上海拿了游戍比赛的冠军 叫吴承达 我们的踩帕现在给他涂抹凡是零阶段 他戴上了牙套 我们看到他的身材比上次来讲更加精壮一些 对 肌肤呢也黑了很多 我应该是长期训练 可苦也很多 对也就是说自从上一场比赛失利过后呢 这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训练都非常刻苦 而且对自己也是充满了期待 好我们看到上场之后还是显得非常兴奋 在场内做了一个还场的热身 好现在呢出场的是包音娜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包音娜呢有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他来 认为他是一个新手 但是在这个之前他曾经也是练过泰拳 练过其他的一些这个三大技巧 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 上场是第一场 但是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经验可言 所以今天的比赛虽然作为瑞伍的新人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只要在场上 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相信包音娜在今天比赛里面 还是会有很好的表现的 包音娜呢来自北京敖海林俱乐部 同时呢他也是主场入战 内蒙古 内蒙古宣丑 对 我们可以看到呢 第一场第一次出战入瑞伍的包音娜呢 这个脸上呢带着一点自奇 我们也相信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 虽然说这个可能是第一次碰面 但是呢双方从现在的他们出场的这个 眼神和他们的这个信心来说的话 对这场比赛的胜利都是充满了渴望的 好 再跟观众打了个招呼 好的 我们的两位选手已经亮相了 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每位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两位选手 首先为您介绍蓝色角区的选手 是一位来自山西的综合格斗家瑞伍的战绩是 林胜一副 身高172公分体重60.7公斤 他就是来自天津K1泰拳俱乐部的李振航 好 为您介绍我们红色角区的选手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选手 这是他在瑞伍八角台上的首次量 身高175公分体重61.5公斤 他就是来自北京敖海林搏击俱乐部的 包云娜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场上裁判员 杰伦佛罗先生 有请 Defend yourself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Come on, ready to fight 加油 好 关注朋友 比赛开始了 大家看到这个身高 身材比较高的 这是包音娜 这是吕正宏 身材 稍矮一点的 这是吕正宏 吕正宏身穿红色的短裤 两个人长抱在一起 长抱在一起 给你看看是要投入地面吗 包音娜 包音娜7 拿了吕正宏的后背 没有成功 两个人挤在龙边 吕正宏试图摔倒包音娜 但是没有成功 看来包音娜的力量很足 对 两个人提膝互相 这个提膝啊 好像这个包音娜 这个提膝刚才效果还不错 是的 吕正宏是利用拳 包音娜试图要做给了踢 就是断头台 包音娜已经完全抱住了 吕正宏的头 要做她的断头台 并且用提膝的方式 好 放倒了 包音娜被放倒了 但是包音娜夹住了吕正宏的头 吕正宏在上面过了她的腿 形成一个侧面控制的方法 对她进行 上位的打击 好像能解困 这样的话还是被抱住了 是的 我们看到 吕正宏视图要骑上 进入了哈佛卡的半封闭保守状态的包音娜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吕正宏现在好像已经解开了这个刚才包音娜的这个锁扣 这个锁还是在 但是已经杀伤力没有了 没有了 她有一个手臂已经钻过去了 这样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的话 对于进步的这种压力就减小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 吕正宏对她进行的有效的控制 在上位呢 不断地试试打击 刚才用了 吸击 想骑上去 没有成功 包音娜拿了有效的控制位置 我们看看能不能拿住 现在包音娜抱上了 又要抱上了头盾 断头台 还是想做断头台 没有成功 没有夹住她的身体 这个是不好的 对 我们看到这个包音娜 吕正宏起上了包音娜 对 我们看包音娜这个非常有意思 她锁得很死啊 她老是想用这个断头台 吕正宏拿了又是位置 拿背 拿背 没有成功 进入了 要做三脚脚 吕正宏要做包音娜三脚脚 但是没有扣上 包音娜实施了炸击 对击同时 传个臭个坐上了 传个坐上了 包音娜被 被吕正宏做了传个臭 三脚脚 这个三脚脚扣得很死啊 是的 已经完全坐上了 应该没有问题 就看呃 吕正宏如何发力 就看吕正宏如何发力 包音娜的这个位置非常不好 但是我们看到她还是 也很有力量在反抗 这个时候吕正宏其实应该去抱包音娜的一个腿 才能为她举起来 嗯 啊 没有扣死了 不够死了 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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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拍了 拍了 吕正宏三脚脚 战胜了来自北京的包音娜 这个三脚脚锁得非常好 而且锁得很紫 哦 三脚脚转安把 三脚脚转安把 不是三脚脚 最后是用安把的方式赢了 三脚脚转安把 转十字枯 这个包音娜呢 刚才有几次机会 自己没有把握住 漂亮的强服技术 漂亮的强服技术 三脚脚转安把 转十字枯 对 刚才啊 吉童你注意到没有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说这个包音娜呢 有机会 有两次 这个断头台都已经锁住了对方 但是没有最后成型 你觉得他主要的问题是 出在哪 主要 来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选手 来 有请 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结果 在本场比赛当中 我们的蓝方选手 吕震宏 十字枯获胜 恭喜 恭喜我们的蓝方选手 同时呢 也请出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唐志忠 杰森 有请